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官方颁发多7亿人荣誉大奖 11位鼎流成功入围 肖战票数第一 近日 来自一家官方平台在线颁发多7亿人荣誉大奖 顾名思义就是在多个领域都有非常高的成就 都是佼佼者 从官方发布的名单来看 有11位鼎流都成功入围 肖战 王一博 张一星 谭剑刺 王贺蒂 罗云熙等 都是当之无愧的鼎流实力派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 在票数方面 青年演员肖战力压群雄成为第一 换句话来说肖战的呼声最高 据悉 随着肖战在电视剧 电影 舞台盛典 代言商务 话剧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常棒的好成绩 肖战越来越展现出全能的一面 这个时候官方平台颁发多7亿人荣誉大奖 青年演员肖战的呼声自然最高 看一看数据 官方公布了入围名单 肖战 王一博 张艺兴 谭剑刺 王赫帝等在内11位顶流都成功入围 在票数方面 肖战票数第一 可以说是力压群雄 遥遥领先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各自支持即可 这么多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顶流巨星 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也都有非常多拿得出手的好作品 因此不管谁获得这样的头衔 都无可非议 实至名归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绝对算得上市多7亿人 影视剧这一块不用说了 话剧 舞台 短节目等都表现很突出 非常全能 总之祝福肖战 也祝福上榜的演员们 都是观众们非常期待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希望可以继续努力 坚守初心 努力拿出更多的好作品 肖战接下来的好作品就非常多 可以拭目以待 肖战实至名归 再接再厉 肖战凭势力颜值及精湛的演技深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肖战 这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无疑在观众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拥有非凡的势力之和出众的颜值 使得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吸引了大量粉丝的热爱与追捧 同时 他的影响力也远播四海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在演技方面 肖战同样展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才华 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 他都能精准地把握角色的精髓 将角色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他的表演自然流畅 真实而动人 总是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共鸣 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色表现 肖战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成为了演艺界的一颗璀璨明星 然而 肖战并未因此满足 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 他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水平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 呈现出更加精彩的表现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由肖战主演的优秀作品 他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肖战不骄不躁 破界跨界闯世界 好演员肖战坚持用作品说话 肖战 这位1991年10月5日出生于重庆的才子 以其出众的演技和歌唱实力 在中国内地娱乐圈中展露头角 他的演艺之路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 不仅主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还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肖战的演艺生涯起始于2015年 他参加了浙江卫视的才艺养成选秀节目燃烧八少年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随后 他主演了多部网络剧和电视剧 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演艺经验 而在2023年 肖战主演的年代励志情感剧《梦中的那片海》 在CCTV8播出 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 《梦中的那片海》作为一部年代励志情感剧 以肖春生这一角色为核心 展现了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生历程和成长故事 肖战在剧中饰演肖春生 不仅原生台词表现出色 而且通过细微的演技 枯戏以及不同时期的转变 将肖春生这一角色诠释得特别棒 他的表演深情而真实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 与肖春生一同经历了那些风雨与阳光 肖春生扫雷片段无疑是剧中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幕 肖战在这一片段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勇气 他饰演的肖春生面对危险毫不退缩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扫雷的征程 在紧张刺激的氛围中 肖战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肖春生的内心 挣扎和坚定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幕不仅让观众为肖春生的勇敢和担当所感动 也让肖战的演技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赞誉 除了梦中的那片海 肖战还主演了多部热门剧集 如《陈情令》《斗罗大陆》等 他凭借出色的表演和角色塑造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演技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央视在评价肖战时 称赞他在不同年代的反差角色间自由切换 赤诚和可诉是他的标签 肖战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努力和才华是他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 他聪明,努力且优秀,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在其他方面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他饰演的角色各具特色,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诠释着每一个角色 为观众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作品 肖战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思想言行也带来了正能量,展现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他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激励着身边的人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榜样 在现如今这个物欲横流,追求洁净的时代 肖战像一股清流般存在 他努力踏实认真,有天赋却比别人更勤奋 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心情付出和不断磨练才得来的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付出努力和汗水 才能收获成功和荣耀 肖战的演艺之路还在继续 他将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更多的角色和作品 相信他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肖战,一个值得我们尊重和喜爱的演员 他的努力和才华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和希望 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说到肖战,就不得不提他那些深入人心的角色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限,到斗罗大陆的唐三 再到《梦中的那片海》的肖春生 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他灵魂的投射 充满了真实与生动 魏无限的潇洒不羁,唐三的坚韧不拔 肖春生的热血青春 每一个角色都让人为之倾倒,为之喝彩 而肖战本人,也像他饰演的角色一样 充满了正能量和感染力 他的言行举止,总是那么得体大方 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善良 他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肖战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年轻演员的力量和潜力 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最后,我想说 肖战,你的努力和才华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的每一个角色都让我们为之感动 我们期待着你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也祝愿你的演绎之路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精彩 加油,肖战 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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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